我们上一次那个新赛600那个视频 那个油耗测试漏掉了 测了 但忘记说了 这台新赛6的油耗的 我们测试下来的结果呢 是6.24升百公里 然后它这个油耗呢 基本上算是相对说偏高的 两个原因 第一个呢 所有的四缸基本上都相对的说耗油一点 第二个它这个四缸 发动机要老一点 要老一点 所以说在油耗方面呢 就是要偏高一点 如果暴力开的话 可能是在可能八九个七八的 七八九个都有可能 然后最省的话估计也是在五个左右 专门来说一下这个油耗 感觉有点水饰瓶 我们今天就也顺便说一下 我们平常是怎么测油耗的 基本上我们测油耗的方式呢 就是这一种方式 就是把车买回来之后 然后把油加满 然后呢中间会经历各种乱七八糟 比如每个人各种骑形 还会做测试 还会去溜弯 还会去干嘛 反正就是一个普通测油正常应该做的事情 然后呢用完了之后再把它加满 然后把它的油耗算出来 顺便加了113块七毛九 13.14升加料 如果骑的越多 我们就测的香素就越多 反正呢最后呢 就是把总加的油 总的里程 然后这样子一平均 就是它的平均油耗 基本上这个油耗 就是我们这种普通都有玩测的这样一个正常的参考值 它不是一个很绝对的字 反正大家有个参考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